詠春體育會的溫健良師傅是黃淳良師傅的徒弟 他曾經目睹李小龍和他師傅對打練舞 他曾經在九龍頭的家裏做示範 他曾經收拾,他曾經收拾 那段時間就當我聚場 幸好他就叫我們一起去 他去的時間就去到家裏做示範 但是李小龍呢,他用腳,我師傅呢,用手 於是他兩個說起來 一個說他收手快,出手慢,一個說他腳快 於是他就在家裏做示範 小龍不用說了,用腳吧 不過我看到他的腳真的很消瘦 消瘦六分,很快,出,翻,轉,都快 但是我師傅的針底,那時候他教功夫呢,還是說要直的尺球 但是他私底下用的都是不直的 可以整人的手,吃的手都是不直的 我最常看著他吃的腳,貪的手,粉的腳都是不直的 所以那一場就讀幾下了 但是後來,師傅都覺得他的腳很粗 我在家華跟他一起做示鏡的時間呢 他都很回憶的,就沒有停的 例如做示鏡的時間,有一段時間,報警啊 他那段時間呢,他都做很多其他跟拍片很關系的東西 例如搞笑啊,彷彿以前王飛鴻啊 翻輕時代的東西啊 梁寬,那些說法都一樣,用的好詞 他值得牙斬那些東西,他真是值得韓國 明春的功夫都比外國人士更多些 因為他有很多呢,千里少年都來的韓國功夫呢 他就覺得明春,還有李小龍 由李小龍引至明春,在世界上這麼的江湖地歸 都是拜託李小龍所賜 甚至於我今天,有這麼多個國內的同志 甚至於我國人,他都是蒙 李小龍當年的功夫而來,欣賞他 所以這些都是他,他們得回來的恩果